要说为了钱呢 有些人真是绞尽脑汁 但是呢就是不想挣到 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 几个品牌的共享单车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就在双十一期间呢 又出现了一种共享单车 宣传语说了 是买一辆888元啊 一年返你现金7000多元 听说是不很诱人呢 这个收益可是够可观的 难不成这真的是双十一的福利吗 我们没骗的 这样听着好像大家被骗的钱都不算太多 但是统计完名单后的数字 着实让大伙吓了一跳 说起大家被骗的经历 和当下很多的共享单车有关系 投入880元一年就能返现7000多元 这样的收益让不少人都心动不已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疑问 我以前还专门问问他他骗不骗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了工资从一五年到现在 还没有那个合伙人没有领到手影 好了我都相信呢 抱着试试的心态 大部分人刚开始都只买了一两台所谓的单车 看到底能不能挣到钱 每天都发 他们每天都是六点到十点 一般都是六点几十点都发了 今年的双十一 对方的经历告诉大家 双十一的活动更划算 买的多返还的就多 跟上这波活动不少人在心里窃喜 今年的收入又要增加不少 但是大伙没想到的是 这个返现梦很快就破碎了 大伙说所谓的贡献单车 他们并没有见过任何食物 只看到过对方发来的图片 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个牌子 有没有这些单车 他们也不知道 目前大伙已经在手机上 建了受骗群互通进展 同时他们也已经到公安机关报了案